有一個很簡單的一定要注意的 就是你的火絕對不可以大火 因為它的不沾鍋塗層呢 基本上是活性的 如果你用大火就把它燒死了 它就會變成咖啡色的 那基本上它的活性就降低了 千萬不要開大火 這是不沾鍋的致命傷 那當然你有節能板那是最好的 透過節能板 當它溫度上來之後 你只要關到最小火 它就可以維持你那個溫度 可以讓你的不沾鍋壽命長多多喔